作曲 李宗盛 音乐品货 作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那些写情始终的情话 全部消去的甜言 全都不加 是给你完体的淘宾 你看到窗外樱花从斑崖 我做的双手不再放下 再也不怕因为爱的日式一样 望着你走过未来太多痛 那是你的好 偶尔欠压的把发酵脾气 也可爱的爱人和父亲 不如是我就这样毫不经历 一步步让你暂停 所有没结局的痛快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涯 再也不怕决定爱的日式一样 小 晓芸你干吗呀 你快收起来啊 要不然我报警了 我就是警察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 小植 你听我说 这枚戒指 是我很早以前就买了 确切地说 在我们交往之前就买了 我想象过很多次 给你戴上的瞬间 也坚信会有那么一天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所以我更加珍惜现在 更加想要去争取 你现在可以不收下它 但我会一直等下去 小燕 对不起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接受 但是我很理解你 爱就是这样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我爱她 我爱她 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 却找了一万种理由来说服自己 直到现在 明明已经结束了 却还是依然心存侥幸 小燕 我不希望你变得跟我一样 好了 好 煽情到此为止 我们来开始享受美食吧 谢谢 好 小燕哥 红车终于出动了 明天下午五点的飞机出国 很好 咱们就在机场来个手助带兔 喂 我现在就在去机场的路上 当然是自己开车 谨慎一些才能活得长久一点 我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 有衣水晶 你们去那边 是 你们俩去那边 快 各位猫警长请注意 现场宠物太多 不属实 务必干净利落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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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 没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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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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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120 救救我 终于又见面了 黄毛 黄毛给我去停车场 黄毛可能被人见胡了 黄毛收到 其他毛警察 原地待命 收到 收到 晓英哥 走 你是谁 我不是 等你的血一滴一滴地流根了 你自然就会记起来了 你到底是谁啊 我跟你忽远 我 你是不是 你们来杀我 我 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赶紧给你两倍 我赶紧失败 学学 你扶着我 你扶着我 快 小血浴火 突然是火 作弃 我赶紧給你 我 presentations directive 有人在 叫救护车 好 医生 怎么样 幸亏没有刺中药害 病人已经醒了 那我现在可以跟他谈谈吗 现在恐怕不行 晚上转到病房以后应该可以 谢谢 洪先生 我们可以谈谈吗 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 不过在我律师来之前 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进去 我没在那里 沙瓦 我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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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一下子 所以我说 我在那上 没有人生命 我去看看吧 好 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啊 好像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我们去看看吧 好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帮帮忙 楼下两个病人打起来了 快去看看吧 走 去看看 走 出发 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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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 胡先生 胡先生 你怎么了 医生 医生 快过来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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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找你来找我 我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 给你两倍 我给你失败了 绝对你放了我 喂 大笑哥 我把照片发给了我 一个专业PS的朋友间谍 你赶紧看一下照片上 男人左脸位置的地砖的缝 是有一个很小很小 很难发现的弧度 照片是经过处理的 应该就是假的 多谢 马虎泡 我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 大笑哥 等你找到那个混蛋 一定要把他的脑袋 从脖子上给你拧下来 好啊 到时候留给你来处理 我哪下去手啊 等等 大笑哥 你和田小姐真的分手了 怎么了 这种事也需要跟你包背吗 大笑哥 你这种欠揍刻薄的语气 简直跟田小姐一模一样 你好男人啊 闭嘴 挂了 我认真想要 Chase 我认真帅 你认真是条件 我认真是条件 我认真是条件 你是不是看着你 你去看他 你看他 看他 你不要不阻止你 快去看他 你去看他 你自己看他 你自己看他 知道他 你去看他 这些人 你去看他 你去看他 我看看你 你去看他 有个女人 来 去申请代表令和搜查令 立即行动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你们送披萨送这么慢 需要饿死人呢好吗 你怎么在这 冬冬买了新游戏 我找冯冬冬有点事 他在吗 行进 是披萨来了吗 先我消灭这关啊 薛林乔 薛林乔 找死的 我的头只有田小姐能打 说的就是你薛林乔 你个没良心的臭妖怪 我再不要被你利用了 我可是田小姐的人 行了行了 表忠心我也不会给你涨工资的 做不了恋人我们还是朋友 少在这吵吵嚷嚷的 没见过师父 你 大小哥 冬冬 帮我个忙 我需要里面的文件 你帮我看一下 你是说加密文件 还是让我恢复文件 可能都需要 先找出隐藏的文件吧 好吧 想到可以窥视别人的隐私 我的内心就无比的汹窘澎湃 激动万分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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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才不麻烦呢 你帮了我很多 那就好 很多情侣相处到最后 都是两个寒相宴 特别是桂圈 我很怕我们也是这样 好聚好散吧 其实 你心里也有一点讨厌我吧 毕竟我原来对你不是很好 你跟我说过很多次的事情 我也没有真正地尊重过你的意思 所以你讨厌我是正常的 我可以理解 我并没有讨厌你 原来连讨厌的情绪都没有了 这样最好 这样才是真正地回到了起点 是件好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酷啊 好复杂的加密审讯 快来快来 怎么样 可以破解吗 应该没问题 但我需要点时间 你不是便便下吗 怎么这么没用 大小哥 你这是求人帮忙的态度吗 什么态度啊 还要沐浴更衣三请三表 请你出山是不是 你去哪儿啊 那边 那我这边 外户 朋友 帅哥 帅哥 我 好 你现在有时间吗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带我去警察局 我也很想带你回警局 但主治医师说 你的伤不允许 你放心 我保证昨晚的事 不会再次在医院发生 不过 昨晚企图谋杀 你的凶犯再逃 如果你不老实交代的话 我们也没办法帮你 我都交代 我是一时冲动 才雇佣杀手 追杀我唐帝洪世光的 这不是没成功吗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所以 你是那起追车案的幕后指使 我也是被逼的 你们看到了 我不触掉他 他反过来就想触掉我 你认为要杀你的人 是你的堂帝洪世光指使的 不知他还有谁 现在你只要交代你自己的事 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我们会成 你不认为是吗 慈善晚宴的纵火案 也是你指使的 跟我没关系 当天晚上那么多人 我怎么可能找人放火去烧他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追车案和纵火案 是同一个杀手 我 我不知道 不想说是吗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 五十六号别墅杀人 什么五十六号别墅杀人 你看一下 照片上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照过这张照片 这个人怎么可能 给我长得这么像 他是谁 这张照片是一百多年前拍的 五十六号别墅杀人暗中 杀手杀死两名死者 就是为了拿走这张照片 如果跟你没有关系 你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照片上的人 跟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一百年前 怎么可能 后见鬼了 李警官 他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误 你们说的这些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派人追杀过红氏光 可你们看到了 他也应该想杀我 难得你会不应该 把他也先抓回来吗 你和堂弟 红氏光结仇是因为 你本以为你叔叔西夏无子 红氏集团是由你这个亲侄子 来继承 但是集团的人在美国 找到了他的私生子 于是你失去了继承人资格 你有合理的杀人动机 可红氏光并没有杀女的动机 你为什么会一口咬定 红氏光想要杀女 他绝对有动机 虽然当年那份亲子鉴定报告 证明他跟我叔叔 是父子关系 但从而是对的 但我不相信 那是假的 你怀疑亲子鉴定 有人做了手脚 对 后来他又做亲子鉴定的医伤 很快就一记去老郝州 我派人去掌控他 他根本就不在 他人间惩罚了 他想让我死 可没那么容易 红石集团本来就是我的 我一定会从他这个冒牌火手中 躲回来的 他根本就是 抢走别人过世的 不知之徒 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你的老朋友吗 你的朋友都介绍给我认识 我的老朋友不介绍给你认识 好像也说不过去 等等等等 怎么样 现在漂亮吗 你的老朋友应该也是个老妖怪 不知道帅不帅啊 我应该先画个超级无敌大美妆来 迷死他的 现在的女人 是不是都这么善变 是无论哪个世代的女人都这么聪明 不会选择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的 来了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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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朋友是个透明人吗 嗨 透明人帅哥 就在你面前 就在你面前 你 你是在逗我吧 她叫水生 之前是我养的 一百多年了 没想到她还在这里 而且还记得 打个招呼 龟仙人 你好呀 你要是听懂我说话的话 就伸出你的右爪挥一挥 我刚 看见那个大乌龟 给我伸了一下爪子 看见了 你还有多少试试我不知道的呀 很多 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写成一本书的话 那我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你就是山海经 这两本都是好书 这两本书都是好扯的书啊 你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以后 回到现实还能好好生活吗 我没有了你以后 可能又会恢复到 撞电线杆 掉下水稻 被车撞一撞 被男朋友甩一甩 这样无伤大雅的倒霉生活 是不是太平静了 这样算平静的话 那别人不是一潭死水吗 你觉得很好吗 可是人生就应该俯火相依 有生老病死 平平淡淡地走过才好 难道不是吗 你觉得生老病死平平淡淡好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死 我依然觉得 我长生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可我现在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 不告诉你啊 你之前一直说如果暴露的话 大表就带我去深山老林里面 弄弄我现在对深山老林的生活 我充满了向往 什么 住山洞了 钻木去火了 摘野果子了 打野兔了 这 这完全就是玩意外生存嘛 你就这么想体验原始人的生活吗 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你以后的生活 你迟早会被逼到身上老林去的 既然我们分手了 好 那我们有来有往 你去过我家 我要去看看你以后的家 买卖不成人亦宰 是不是 要不然就当做一次别样的分手旅行了 好啊 不过晚上山洞里会有老鼠和蛇 下雨的时候还会漏雨 没问题 我是吓大的 不是 我们现在就回去收拾 明天就出发 走 快 亲爱的洞洞 我和我前男友 明天去深山两日游 你慢慢破解 不用着急 就算破解完毕了 也不要找我嘛 否则 天小姐 你真是越来越堕落了 宣传姐喝点咖啡吧 宣传姐要不要我联系一下洪先生 不用了 我只是路过 顺便过来看看他 不再就算了 洪先生最近不常来公司 他身体不太好 我都是把文件送到他家里去 给他签字的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坐一会儿就走 好的 宣传姐 有什么事叫我 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小侄子 陪本宫出来喝下午茶 娘娘对不起啦 奴婢要去山山两日游啦 所以你真的要去找洪世光 谈解除婚约的事儿 我觉得很好呀 你赶快去吧 要不然娘娘想一直 脚踏两只船吧 我们到了 我先挂了 来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起飞的动作 记得吗 你 准备起飞 你那也能算飞 最多算个青蛙跳 山里空气真好 老天还送我们雨 这地方会有人来吗 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悬崖 不坐直升机的话 没人能过来 真的 太好了 我带着泳衣我要游泳 你还真以为是度假呀 住在这种地方 怎么能不游泳呢 放心 我还给你带着游客 眼看就中午了 午饭还没着乱 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 打练吗 得先找好晚上住的地方 这里随时会下雨 还有毒蛇猛兽 接着还有生火 因为山里面温差很大的 入夜之后呢会很冷 好呀 那我们先去找山洞 你去打猎 收获这种事情就交给我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那个给洪世光做亲子鉴定的医生 已经报的失踪了 在他移民之前 他父亲的账户 曾经收到过一笔来历不明的境外回款 金额巨大 这笔亏款在他移民之后 就从他父亲的账户 转到了他的个人用 看来洪世龙的怀疑 不是没有道理 我去找局长申请 要国际刑警配合调查 你派人盯紧胡世龙 那个张侦探还在逃 不要再出任何差错了 好的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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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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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上面不好说的 下个路口就到你家了 我当然知道 好了 我在这下 好 对不起 我 小姐 麻烦您登记一下 好的 谢谢 好 走 好 走 走 我 阿姨 走 刚回来吗 正好 вроде 说 就好 好了 就好 休息 死时 回来 我想找一个akkPN 由一棺勅 在哪里 怎么回事 詞曲 李宗盛 雨是壞掉的龍頭 滴滴答答上了袖 穿透像你的人喔 不是 提醒我已過很久 你沒開口 你沒說跟我走 所謂以後 一眨眼就到頭 你沒開口 你沒帶出現在路口 初次還我 都隨便再說放手 那天以後才沒亮起的路燈 說過時間不會再有的永恒 我還在等 落會中不溫 你會不會不捨 我依然回來 贏我一生 等你開口 等你說跟我走 所謂以後 一眨眼就到頭 有你開口 有你在出現的路口 從今以後 我隨便再說放手 從今以後 隨便再說放手 有你開口 有你開口